谭医师,请你解释一下腰痛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人腰痛 看了医生怎么弄也弄不好 这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谢谢 腰痛就是一般到了一个年纪 70%以上的人都会有腰痛 那么我们一般说叫头痛治头 腰痛治腰 那么腰痛它一般都是在第五第四腰椎 那个椎间盆 那个骨头那里出了毛病 还有一个就是S1 就是第1和15这个地区出生问题 出现在问题在这个腰椎低的地方 这个一般的X光可以发现有问题的 那么这里出问题我们经济 推拿什么电疗都是在X光看到的地方给它加针给它治疗 有的时候可以治好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治不好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神经的认识是有限度 就是这个腰 就是这个腰它的神经是由脑大脑往下走的 比如你右边的腰痛了 我们要从左侧的摆绘 那个叫运动中枢或者感觉中枢 对侧的脑 人想对侧的腰痛 还有一个就是第7腰椎 有的人晚上痛 一般晚上痛就说骨头晚上这个水分太多了 比如断了骨头的人晚上最痛 所以他一般就说左侧 左侧的第7腰椎 晚上会引起这个痛的 右边是白天的 就是说一个腰痛 我们还是从脑和第7腰椎那里折手的 所以右边当我们在第7腰椎 发现有毛病的时候 就是打通这个第7腰椎上面的腰 很多时候你不看它也好了 所以腰痛不是一个容易的事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理论 就是说第7腰椎引起腰痛 或者上面腿痛都是由第7 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第7腰椎 晚上痛的就是在左侧第7腰椎走原因 白天痛的就是在右边的第7腰椎 那么很多时候打通这两个穴位 这个腰痛才可以治好的 那谭医师我也请问一个问题 讲到白天晚上抽筋 讲抽筋 这个白天晚上抽筋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凡是晚上睡门不好的 失门的也是这个第7腰椎左侧 白天没力气的 想打穴睡的又是在右边的 右边的我们的分别就说 左侧是消发血统 右侧是这个纯丸血统 所以那两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凡是有痛的好功能生的好 我们都是在第7腰椎来检查一下 特别是晚上出问题的 都是在左侧的第7腰椎 非常好 非常谢谢 上午 switch 下午吊 去那边的